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ZZLab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振振实验室ZZLab 我是振振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款插件 是用在Final Cut Pro X上的一款 专门针对YouTuber 也就是自媒体工作者的这么一款插件 这个插件有很多选项,很多功能 非常的简单,操作起来很方便 好,在你观看我视频的同时 我非常的欢迎你来订阅我的频道 你的订阅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一看 这款插件都有什么功能 首先我们要点到字体管理这一项 然后在这看到TYP TYP就是这个插件的一个缩写 我们看到第一项 这个End Screens 它就是一个当你的视频结束的时候 给你放在视频结尾的这么一个模板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它的模板里边有三个视频块 你都可以在这里添加视频 我们就把它拿下来一条 我们看一下 好,我们放在这里看一下 它是一个动态的很流畅 这两个位置和上面的位置都是添加视频的 而下面你是可以添加你的其他的公众媒体的一些连接 但是这个插件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它实际上在观看的过程中是不能点击的 它只是能展示你的画面 这一点你要清楚 因为最后它合成的是一个视频而已 并不是一个页面 它这里还有很多其他的面板 你可以用这些模板 用你喜欢的模板直接去添加 第二项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Logo Reveal 这里边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要讲的 它有展示你Logo的功能 你的频道名字 还有你的Logo的图片 都可以在这里展示 它同样是有很多种的展示方式 你可以选一个你喜欢的 像这个是海底的 这个是六角的 这个是手机的 这个就是今天一会儿我们要展示的 下面还有很多种 好 然后它再下面一项 在中文里面应该叫下遮边 它是一些带有文字字符 同时带有一些小动画的 这么一个下遮边 什么是下遮边呢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像我这个视频 我现在要找到一个这个LowerServe 把它拿下来 下遮边就有点像我们在新闻里或者是电视节目里看到的 我们把它的Y轴调整一下 然后把它的X轴调整一下 好 然后我们播放一下 稍微有点短 我们把我们下面的视频稍微拉长一点才能看出效果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ZZLab 我是振振 好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下遮边的效果 这个其实也是挺有用的一个项目 我们再看下面一个 这是这个side-in-for side-in-for顾名思义 它就是在边上会有一个长期摆放的这么一个边栏 可以写很多文字 在你视频中如果有一些比较详细的介绍 你就可以用这个side-in-for 最下面这一项就是titles 就是文字了 它有很多个文字的展现方式 比如说像这个 哈喽大家好 大的阿拉伯数字的展现方式 后面是跟着你的标题 这个我在以前的视频里也用过 这个也是非常实用的 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回到这个logo reveal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 教大家的这个logo reveal到底是怎么用 我们先把这个原始的模板给它拉进来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它是一个手机进入镜头 这么一个小端话 我们在T里边 是它的基本设置 而在旁边这个小横杆的这一项 我们可以看到字幕的设置 我们现在就双击这个字幕的位置 然后去改变一下它的字幕 把我们自己要敲的字幕敲上 好 写好了文字之后 我们把它全选 然后去找一下我们喜欢的字体 把它的字体换一下 好 就选一个比较粗一点的字体 2.0版本 这个 下面的我们先不动 然后呢 我们先看一下 好 基本上OK 我们现在去把这个手机里面的这张图片要换掉 换成我们自己的logo 我们点T 然后往下选 这有一个logo placeholder 我们点这个向下的箭头 然后去选你的图片或者是你的视频 看这有一只小手 你只要点一下 在你的视频选一下 然后点应用片段 好 它已经被应用上了 但是现在我们看不到 因为它是黄色的 为什么呢 在这上面有一个叫logo TINT 我们要把这个勾点掉 好 图片就出来了 但是我们发现一个小问题啊 就是我们这个图片里没有我们这个猫的形象 而是后边的这几针 所以这也是它的一个小问题 你要选取的这个视频呢 它只会默认选取最后一针 所以我们把它缩短 缩到前面 有猫的地方 然后我们重新的指定它一下 再点这里 然后点 在这点一下 然后应用片段 好 我们能看到这个小猫已经上来了 这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图片 有一点小 我们去改变一下这个图片的大小 在这个logo scale 把它稍微的放大一点 再放大一点 好 把它的外轴调整一下 对 把我的帽子弄出 然后再把X轴调整一下 Y轴是调整垂直 X轴是调整左右 好 现在基本上已经OK 如果你对它的颜色不满意呢 你可以看到这 这有一个叫Grand Color Grand Color A 这可以改变颜色 我就选一个绿色吧 然后我把这个蓝色 替换成一个比较亮的蓝色 将整个画面看起来更亮一点 这里边的修改基本上就都完成了 但是现在我发现它有一点我不满意的就是 它做完之后整个看起来稍微的有一点点小 我现在想把它整个的画面放大 但是在它的基本设置里是没有这一项功能的 那我们怎么放大呢 我们点这个胶片这个按钮 然后在变换这一项里选缩放 我们先保守一点 选一个110 放大的效果不是很明显 我们再稍微大一点120 好像还是不是很明显 因为考虑到有很多手机用户 我们把这个画面拉小一点 我们再去放大它 模拟一下手机上看到的效果 好 我觉得这个大小应该是OK的 因为手机上看东西 如果文字太小的话是看不清楚的 好 现在放大之后发现一个问题 我们要重新排版 因为这个排版现在看起来不是那么的舒服 我们把这个回车回下来 这时候下边这个2.0这个字幕就可以去掉了 它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们先把它删掉 好 然后我们往上找到有一项 在这个Postion X 我们调整它 把我们的整个画面的X轴稍微偏右一点 让它看起来正一点 好的 现在我觉得这个下边的中文字不太好看 我们把它稍微的调整一下 把它选中之后调整单独调整它的大小 上面的英文保持不变 然后把它稍微的拉低一点 因为下边没有其他的字了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已经基本完成了 我们再把它放大播放一遍 OK 这就是一个logo插件的简单的这么一个使用 你用不了多长时间 你也可以把它做好 然后这里边大家要注意就是说 因为我们做了一个页面的缩放在最外层 所以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清晰度是不是会受到影响 因为有的插件或者视频它在放大之后 它的清晰度会很差 但我们看这个清晰度还是可以的 说明它这个本身的分辨率还是不错的 那我们就可以放心的用它这个放大的功能了 这个插件的名字就叫TheYouTuberPack3.0 这是它的官方的购买地址 是在这个videohave.net上面有出售 大概是33美金 当然你也可以在其他网站 比如淘宝啦 去搜索它 可能能看到价格更便宜的 或者你也可以在其他的网站上搜索一下 看看能不能下载到免费吧 好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 欢迎你点赞转发 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